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万事俱备 呼声意外 一个曾跟随屠龙的小混混飞猫 从大牢逃到湖山 盯上了屠龙 试图分一大杯羹 屠龙顿起杀心 滑头的飞猫却机灵地逃脱 心生怨气 给保卫科打电话 准备出卖屠龙 世子大开口地开出价钱 并且只给沈英杰半小时时间决定 沈英杰抓捕屠龙魏果 赶到卢家老宅 意识到他就潜伏在附近 可一时半会难以搜寻 刚刚经历浴血奋战的沈英杰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又接到更为险恶的任务 带着戴穗昌 前回日尾盘踞的苏承 取回戴穗昌隐藏的绝密文件 而时间只有两天 飞猫 你怎么会在这儿 小弟这几年运骄白虎 六年不利啊 怎么个六年不利 自从上次我们分开以后 生意我也没做成几笔 后来被一个警察局长的 抽象豪给卖了 下了大牢 要不是日本人的飞机轰炸 我趁乱逃出来 现在早就死在大牢里 恐怕也见不着你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湖山 我听说湖山刚变成新四军的地盘 最近有点乱 就想来趁机发羽财 谁知道到了以后一打厅 镇里镇外到处才戒严 原来是在抓一个江湖杀手 老大 我想肯定是在找你吧 所以我就找到你了 他们抓我 你高兴可什么劲 瞧你说的 找到您不就像找到自己组织一样 有吃有喝有福享 小弟 再也不用担惊说怕了 对了 你以为买保险呢 我告诉你 就是买了保险也是骗人的 老大 长爷道无力不起早 没有大买卖 你来湖山干吗呀 老娘来湖山干什么 关你屁事 我又听说 共产党关押了一个药犯 有人千方百计想刺杀他 我想这单生意 应该利润很可观吧 你到底想干什么 道上规矩 山中打猎 见者有份 你敢跟老娘叫板 岂敢岂敢 小弟现在已经穷途末路 身无分文 今天晚上晚饭在哪里也不知道 闭急了 我只有铤而走险了 不就是求财吗 好说 好说 我现在啊也是单枪匹马 正缺个帮手 那小弟给您跑个龙套 过来 这件事情可绝对要保密的 你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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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死老婆子 小弟追随你多年 就不知道你笑里藏刀 可老子比猴海惊 非猴 休怪老娘我无情无义 你不能坏了我的大事 老大 我是打不过你 可我跑得比你快 要不我咋叫非猴 今天你命里该绝 老大 老大 既然你不仁 莫怪小弟不义了 老大 老大 非要赶尽杀绝 是吧 你的臭德心我还不清楚啊 我要是饶过你 不知道你会惹出多大的事情呢 你 谁脸红啊 沈科长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问问你 这根针有什么蹊跷 我对针险活一窍不通 这根针 比一般的缝衣针要大很多 像是特制的 你从哪儿拿来的 屠龙留下的 给我看看 你别动 针尖可能有毒 会一针封喉 他为什么要拿针做凶器呢 这就是我怀疑的地方 按常理讲 什么样的人用针呢 女人 对啊 屠龙难道是女人 所以我们全力搜捕外来的男性 才会一无所获 对了 你们刚才说谁脸红 为什么呀 是王姐姐脸红 我刚才说 你没事 行 不用说了 你再说啊 我也该脸红了 不用说 小姐 小姐 行情好啊小姐 行情好啊 二位 行情好 二位 行情好 行情好 屠龙老贼婆 你先杀我灭口 老子叫你鸡飞蛋打死的难堪 老子叫你鸡飞蛋打死的难堪 老子要你的命 好孩绕运 小店 礼宝 碧花马辣的 没没没没没 挣几个钱 都都都在抽屉里 谁要你的钱 就邮政所给我叫湖山保卫客 老子有话跟他不说 好 好 你是 少露似了 快进 别动 听见没 别动 不动 别动 别动 给老子带着 小心我宰了他 接 快点 喂 喂 有 有 有带锁 麻烦给我接一下保卫客 好 收得 喂 有人向保卫客报案 值班统治转到这儿来了 喂 我是保卫客客长沈英杰 你说 听说你们在抓屠龙 你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多大年纪也不知道 怎么去抓 你认识屠龙 你是谁 我是什么人不要紧 我岂止认识屠龙 哪怕他化成灰 会知道 那我怎么才能相信你呢 我不能跟你透露太多 他常使用的暗器 是一根毒阵 针尖上进了马钳子毒 你能帮我们抓住屠龙啊 那你告诉我 好 屠龙现在藏在什么地方了 展科长啊 你是个明白人 我透露这么重要的消息给你 你看值多少钱啊 你想要多少钱 两千个大洋 两千大洋 我们新死军那是活中病打鬼子 两千大洋能养活多少战士 能买多少弹药 你可不要狮子大开口啊 我知道你们新死军穷 要是换了国军我还不准这个价呢 你就知足吧 这样吧 我给你打个折 一千五百大洋 门门不能上 那也太多了 再说了 这一时半会儿 我上什么地方给你凑这么多钱啊 姓神大 别跟我啰嗦 不管你想什么办法 见不到钱 你休想抓到屠龙 这位先生 咱们见面谈一谈好不好啊 你到我这儿来 或者我去找你 你少跟老子玩花样 我才不上当 你们合计合计 半个小时以后 我再给你们电话 这笔声音做与不做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听见了没有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 谁要是敢给我多管闲事 躺着它滚水 小仙老子也倒要了你们的命 听明白了吧 是是是是 我不敢 不敢 不敢 老赛 我们去油电局 查一下电话从哪儿打来的 黎三毛 集合队友 等待我们的消息 好的 好 好 刚才给湖山保卫科的电话 从哪儿打来的 你熊巴巴干什么呢 你什么态度啊你 咋啦 你还想开枪打我呀 我 老蔡 对女同志说话客气一点 同志 我们有紧急公务 麻烦你 我们是要为用户保密的 查通话记录 就得去找我们领导批准 帮帮忙啊 我是湖山保卫科科长沈英杰 以后您要有什么事呢 随时叫一声啊 你去独一家客栈找一下 谢谢啊 不用客气 独一家客栈 走 走 打 打电话的人他跑了 长什么样子 大大大大于三十多岁 瘦小个儿 蒙着脸拿着刀要杀杀人 以前见过他吗 没见过 肯定没见过 肯定是外地人 他往哪儿跑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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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边 那 那 那边 老板 你眼睛散光哦 一个人同时往两边跑啊 究竟是哪边吗 我 我这这这吓坏了 没看清 那你看清楚了没有 我 我当时也吓坏了 没 没看清 这样 老蔡 去去去去去去去 那个家伙半个小时后 要听咱们回话 留两个人埋伏在这儿 只要他露面就抓住他 明白 还有 胡山镇有电话的地方不多 咱们分头不点 所有有电话机的地方 都要有人埋伏守候 那个家伙要跟咱们通话 总要有电话机要 去吧 好的 好 走 胡山镇的电话用户不多 沈英杰很快就排查完毕 并留下战士 埋伏守候 只要飞猫再次露面他这话 必定束手就擒 就这个电话 你们两个留下来 把这个电话给我守住了 是 是 驾 您怎么会给你 刘 annoying 和 Peggy 好 你那些时 那些人想念的 你好 我原来帅 老师 您接 黄司令已经到了松林沟了 还有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这可怎么办 打电话那家伙至今没有露面 屠龙也没有新的线索 万一戴隋昌被屠龙四杀灭了口 黄司令来了 怎么向他交代 黄司令领导 马上审讯戴隋昌 干吗这么急呢 李财毛 能不能先请黄司令吃炖饭 休息休息 给我们多留点时间抓住屠龙啊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 今天夜里我主力部队 对日寇有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 黄司令担心国民党顽固派背后捣鬼 暗中勾结日伪 断我退路 府邸抽薪 来个借刀杀人 这么大的背景啊 那这一仗可以推迟了打吗 这是政治 是为了维护全民抗战 国共合作的大举 懂吗 那 那也不能傻撑着挨黑枪啊 可眼下咱们还没有证据 只是怀疑和担心 如果贸然改变作战计划 就会受人以禀 政治上反而被毒 所以黄司令才亲自赶来审讯戴隋昌 这家伙一定知道很多内幕 怪不得小鬼子和姓范呢 疯了似的去杀戴隋昌 原来是怕暴露阴谋 要是能从戴隋昌身上查实 我们就可以及时修改作战计划 同时可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 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 在政治上赢得主动 明白了 咱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喂 我是沈英杰 行尘弹 你们休息会抓到我 手跟我话招 商量好了没有 这个消息 做还是不做 这老子也就痛快话 我告诉你们 屠龙来我有去无踪 没有我 你们绝对抓不住他的 我们同意合作 但是 你要的价太高了 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你看 能不能再降低一些 狗子的耐心是不限的 我再让一步 一户架 一千个大友 你少跟我默契 我挂电话走人了 喂 喂 喂 别急哦 那做生意 那都是谈成的嘛 总得需要个过程嘛 再说了 你这么大一笔钱 我们还得请 请示上级领导 少给我拖延时间 挂电话了 等等 行 一千块就一千块 你说 咱们在什么地方见面 喂 交钱 你把钱 装在跨包里 十五分钟以后 到镇南口的合计商行里边 里面有个电话 等我通知 记住 只准你一个人来 我要发现无埋伏 我立马消失 你们以后永远也别想知道 突如半个字 喂 喂 老蔡 怎么回事 他从哪儿打来的电话呀 为什么咱们蹲守埋伏的人 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不可能啊 我们是不是有遗漏的电话 没有查到 李灿蒙 你赶紧准备钱 以防万一 老蔡 咱们走 我哪儿去找一千大眼啊 我拜托你 真的没有 假的还没有 把胯包撑起来 上面放一层真大眼就行了 把它引出来 走 刚才电话从什么地方打来的 我 我不知道 查不出来 你慌什么呀 沈科长 我正想去找你呢 找我干什么 这 这里出贼了 有贼 哪儿来的贼 不清楚 反正仓库里丢了东西 丢什么了 丢了一台工作画机 和一卷电话线 我明白了 那家伙是找了个地方 偷偷搭线 打的电话 难怪我们蹲守的人没有发现 顺着电话线 仔细作成 是 走 全体集合 全体集合 沈科长命令咱们 搜查镇西一带的电话线路 怎么回事 有家伙知道屠龙的底细 想敲诈我们一大笔钱 还在电话里 和沈科长讨价还价 这狗日的 这不趁火打劫吗 我们只要抓住他 屠龙就会陷原刑 出发 来 所有道友 向左转 脱步 走 屠龙虽然预感到 飞猫可能出卖自己 但没想到危险来得这么快 他本以为拖过这一两个小时 刺杀戴穗昌得手后 立刻远走高飞 可眼下 不得不先除掉飞猫 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 怎么样 没有 干嘛呢 不知道啊 太高了 这太厉害高了 怎么样 有声音吗 还是没有 那家伙让我到镇南口商行等电话 这段电话线连那儿最紧 我估计 应该就是他出没的地方 你们在这儿给我盯紧了 不要打造惊蛇啊 明白 我去把他引出来 这次一定要抓住他 绝不能让他再跑了 你放心吧 我去把他叫他 你睡醒好了 屠龙意识到 沈英杰一定是在这里和飞猫接头 只要盯住它 就能找到飞猫的踪迹 它万万能想到 此时飞猫就在它的头顶上 人家等你等得好着急呀 戒指 真的假的 是吗 姑娘 我还要一件旗袍好不好 姑娘 还有那个 我有急事需要用一下电话 那个 那个小刘啊 又给她老婆买了一件旗袍 好漂亮好漂亮的 我也喜欢 你要不要给我买一件 行不行 姑娘 好不好吗 姑娘 麻烦你快点 我再等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 你着什么急呀 这是我店里的电话 我爱打多久就打多久 你管得着吗你 神经病 没事 今天我就管了 把电话给我 你谁呀 你管电话 你干吗呀你 我是保卫科的 正在执行工 你不要自找麻烦 给我 他来了 准备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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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别着急 稀让他稳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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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你那挂包里的钱 是真钞还是假币呢 是真是假 那得见面以后亲眼验钞嘛 既然都看到我了 那为什么不敢露面 当缩头乌龟啊 我现在改主意了 咱们换个地方见面 你立刻到珍西春来插馆 路上少给我耍花招 我会看着你的 喂 他要溜了 动手 站住 速一动 抓活的 站住 追 追 站住 站住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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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急 这 快 快 快 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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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这边 快 土崽子 我看你往哪儿跑 小狼一山大人 大人 太子远了 小狼一山 大人 来 来 我八蛋 敢出卖老娘 你不仁物我们义 咱们现在算扯平了 放屁 江湖的过节 自有江湖的规矩解决 我最讨厌官府插手 借刀杀人 我做都做了 你能怎么样 那我今天 就要收了你的命 不讨厌 沈队长 你家伙逃过来了 我已经找到他了 就在巷子里 包围巷子 是 快 不讨厌 老大 她们追来了 踩她下去你也杀不了我 不如咱们下次再打吧 放屁 你就等着受死吧 救命啊 土龙在这里 快来抓她 兔崽子 你跑得了初一 跑不了十五 你干吗呢 就是干吗呢 沈科长 她的枪 她要干什么 枪都不要 沈科长 她往那儿跑了 你带人报仇 我去追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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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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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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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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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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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吗 喜欢 忍不住 留下里车 你干什么啊你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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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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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撼进来 来 让开 让开 我 Works 谁看的 醒醒 醒醒 不是说我要活口吗 混蛋 报告 我们都是朝天开的香 还有气 赶紧抢救 快点 好 快 快 走 小薛他在伤口 好 沈科长 沈科长出什么事了 何大娘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买扫帐 听到打枪 我就过来凑热闹 人家在说 我有急事 快走 等一下 沈科长 他在说什么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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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喝水 快去拿点水了 我去 你可千万不能死啊 屠龙你还没说出来呢 屠龙她是个女的 是个女的 屠龙是个女的 她长什么样 藏在什么地方 走 屠龙 你快说呀 水 水 水来了 来来来 水来了 喝水啊 水来了 我们都是好人 是来救你的 他怎么了 他死了 死了 他死了 这 没过来了 喊喊了 那个家伙死得很蹊跷 我仔细看了他的枪伤 创口面很大 不是一般的子弹造成的 很像是我们查到的那种 自制开花大 应该就是铁匠铺的胡老头 替屠龙做的 对 肯定不是我们的战士无伤的 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黄司令说到就到 屠龙到现在没有抓到 我们怎么保证首长 和戴随昌的安全 至少我们已经确定 屠龙是个女人呢 是女人又怎么了 难道我们把镇上的女人 都拿了查一遍 来不及了 是 我是在琢磨 屠龙之所以这么从容的下手 肯定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啊 他会不会 一直就在咱们的身边活动啊 你还有什么办法能用呢 赶快使出来 这儿的安全工作 由我和张脸者负责 你放心 这儿都不是 快去呀 老蔡 我们走 驾 驾 快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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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快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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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来 快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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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d cri 船里的前哨到了 报告李参谋 黄司令已经到达上部头了 马上就要进阵 派我们先来联络你 长连长 命令部队立刻进入最高警戒 在首长到达之前 保证所属一切障碍 是 我选十来个身高快大的战士 到这来清河 是 李参谋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 这座小院是我精心挑选的 我已经三面不妨 后面是悬崖峭壁 死路一条 虽然没有人到那儿去 我还是安排了刘栋哨 保证万无一失 从这家伙中弹的角度 子弹应该是从后面打的 屠龙的狙击点 应该就在这个方向 给我仔细搜 是 找到了 走 找到了 走 找到了 走 走 找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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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沈阁长 发现了这个 果然 和咱们在乱坟岗发现的弹壳完全一样 那个胡老头啊 是自缩自受 自食其果 这种自制开花弹的杀伤力非常大 一定是用来聚杀太随伤的 你说要挨上一枪 还能有命啊 王姐姐 你看 好看吗 嗯 好看 谢谢小敏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黄司令要来了 黄司令来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跟你说 我牺牲的亲爸爸以前是黄司令的秘书 黄司令可喜欢我了 他一定很想见到我 嗯 我跟黄司令也特别熟 我以前在部队的时候 在他手下干过 他这个人特别平易近人 那我们去看看他 好 走 来 沈阁长 刚才那家伙就死在这儿 可惜啊 他只说了一半的话 屠龙是个女的 就差那么一点点 哎 老蔡 嗯 你有没有觉得 那家伙死的时候 表情很古怪啊 是有那么点 当时慌乱没留心 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家伙 我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看到了什么 难以置信的东西 咱们的人 当时把四周围得严严实实呢 除了我们几个 他能看见啥 是啊 除了我们几个 他能看见啥呢 是啊 难道是他 小心他上口 沈阁长 沈阁长 沈阁长出什么事了 多大娘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买扫帚 听到打枪就过来凑热闹 太可怕 改天再说我还有急事 快走 救我呀 沈阁长 快救救我呀 大娘 怎么了 大娘 我没有家了 我是从苏北逃难过来的 我们家老头子 儿子 媳妇 还有孙女 都让鬼子给杀光了 就剩下我孤老婆子一个人了 哪儿还有家呀 长官 我求求你们留下我吧 只要能给我狗饭吃 让我干什么都行 大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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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了吧 爸 婆婆太可怜了 你就留下她吧 肯定是她 谁 保卫科临时勤杂工 孤单你 就那个老太龙中 若不禁风的婆婆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为什么几次出事 她都在现场 为什么她每次在现场 咱们的行动 就会功亏一篑 而且 刚好是两天前 她到湖山来的 不会都是巧合吧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 你看她那样 路都走不稳哪 还能杀人 不行 没时间了 得赶紧找到她 小王 到 马上去向李三王汇报 严密检查所有进出警戒区的人 包括女儿和老太太 这家伙太狡猾了 有可能化妆 任何一点都不能放过 是 咱们走 走 都仔细检查啊 不要放过每一个人 站住 小兄弟啊 我是保卫科的擒杂工 沈科长让我来打扫卫生的 早上我不是来过了吗 你不记得我了 认识认识 你是我们保卫科的郭大娘吗 今天我们不用打扫了 你回去吧 怎么会呢 要不你去问问沈科长 或者李参谋 我怎么敢惊斗手场呢 你就问问 郭婆婆 郭大娘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敏 你爸让我来打扫卫生 我帮你 你 王看事 我们上面命令 所有人我们都要经过检查 当然你和小敏不用 对对对 我可不能为难你们 来来来 检查检查我老婆子 来 来 好了可以了 走吧 走吧 小刘 郭大娘呢 不知道啊 没打招呼就走了 这就更可以了 怎么办 这样找下去不是办法 赶紧去卢家老宅 他竟然要杀戴翠昌 这会儿应该要往哪儿去了 走 婆婆 抓那个国民党特派员特务的时候 听说你也受伤了 没关系 多亏你爸爸救了我 我刚才去诊所看你的时候 你不在 你老年纪大了又没有亲人 自己多当心身体 有什么事情我替你去做 别把自己累坏了 唉呦 你心怎么那么善呢 多亏了你我才能留下来 你呀 就是我古老婆子的救命恩人 婆婆 你别这么说 以后你就别走了 咱们就像亲人一样 我来照顾你 我为你养朗送终好吗 婆婆 你怎么了 好 像我老婆子活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 真心地对我好 婆婆 你就别把自己当外人了 咱们有缘分是亲人 对不对 对 消灭 婆婆送你一样东西好不好 什么东西啊 这是我念佛用的 这么多年从来没离开过我 留个念想吧 不不不 这是婆婆喜欢的东西 我不能要 拿着 菩萨保佑你阿弥陀佛 王姑娘 我去隔壁村子里 借点打扫卫生的工具 你和小米姑娘先走吧 走吧 多好的姑娘啊 我从小是个孤儿 在刀尖上舔血长大 早就看惯了兴风血鱼 二鱼我诈 早就变得冷血了 只有师父和你对我好 让我感到一丝温情 姑娘 我是收人之托 重人之事 江湖规矩不能不讲 只有对不起你罢了 王后我再报答你 带随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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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司令马上就要到了 你赶快收拾收拾 别邋里邋遢的见咱们首长 会吧 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 少啰嗦 快收拾 能不说那个江湖高手屠龙 要刺杀了吗 他抓到了没有 还没有 那拉不去 阿拉哪里都不去 阿拉一住这间屋子 就跟上刑场一样 胡说八道 我们会保护你的 保护 怎么保护 你们去把审科长抓来 只有审科长守着我 阿拉才放心 他正在抓屠龙呢 阿拉不管 阿拉又是死了 你们抓住屠龙 也没有任何价值 够罕奸 死了活该 阿拉不去 阿拉坚决不去 吐龙会杀死阿拉的 兄弟们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 大家打起精神 李三毛 您要的人我都选好了 全是身高块大的 指掌 同志们 大家都知道 黄司令马上就要到了 来审讯那个大汉奸戴祟长 为了确保他们的安全 我命令你们 到时候组织一道人 强团团围住他们 防止有人偷袭刺杀 明白吗 明白 我们要不惜自己的血肉之躯 保证完成任务 大家有名信心 有 大姐啊 大姐 大姐 行行好 我是从苏北逃难过来的 几天没吃饭了 你行行好上口饭吃吧 求求你了 大姐 行 那就跟我进去吧 好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这边 谢谢 谢谢 进来吧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再来好 再来 rze 好 好一套鸿家棍法 老英雄莫非是鸿门传人 你是女的 巾帼不让须眉 我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鸿门为浩天 你要报仇 你就来 老英雄隐居于此 是为了避祸 你误会了 我只是想借跪地一用 你想在我这儿干什么 杀人 杀人 修下 那就让我破了你的鸿门吗 老英雄 你得要醉了 沈科长 刚才有可疑的人进去吗 没有 我们搜查得很仔细 有女人进去吗 有 王干事 你女儿小敏 还有我们宝贝科的行杂工 郭大鸟 他们三个一起 他们去哪儿了 卢家老宅 说是你叫他们去打扫卫生的 走 去竹竹家老宅 走 去竹竹家老宅 打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 我去竹竹家老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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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敏 王妖 等你把一切都弄明白 就来不及了 小敏 英杰 发生什么事了 李参蒙 屠龙已经混进几节区 很可能就在这院子里面 小敏 拜拜 你们 你们去哪儿了 我们去厕所了 怎么了 郭大娘呢 不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吗 你找他干什么 你赶紧说他在什么地方 你 你对我发脾气 沈科长 郭大娘没跟我们在一块 我们在巷口的时候就已经分开了 他去找老乡借东西去了 郭大娘 你怎么了 他就是屠龙 快追 好 这么大片民阵 怎么查 挨戒挨户肯定是来不及了 屠龙要狙击带随昌 必须要选支高点 咱们分头行动 就查能够俯瞰卢家老宅的房子 明白 跟我走 走 老英雄 知道我为什么建你这块宝地吗 他们把戴随昌藏到了 密不透风的黑屋子里 四周重兵把守层层设防 我无法下手 我无法下手 唯一的机会 只有等黄司令到来以后 把戴随昌押出来会灭 只要他一走出楼口 那时候 砰 全完蛋 而你这儿 正好对准那个小楼的出口 明白吗 他们早就封锁了这一带 你就是得了手 也逃不出去 这你可小瞧我了 高手处招既要置敌于死命 又要全身而退 这才叫本事 我难道会做同归于尽的蠢事吗 你能怎么逃啊 他们围住了三面 而这屋子的背后 直通悬崖峭壁人际寒致 所以他们在那儿 只设了几个游冻烧 你往哪儿逃 悬崖峭壁死路一条 好 天急不可泄漏 王司令 咱们到护战阵了 快 上去搜 你去那边温我们吧 走 好 在那边 走 咱们得快点 好 黄司令 司令 干什么呀 搞得这么隆重 请 你们这动静搞得太大了 扰民 有件事情在电报里没法跟你说 所以等您来了向您汇报 什么事情 什么事 国民党顽固派雇用了一名江湖杀手 名叫屠龙 前来秘密刺杀戴岁昌 为了保证首长能安全审讯戴岁昌 不得已我们加强了警戒 一个刺客就把你们下成这样 首长 这可是个不一般的刺客 你们怕他我不怕 去 把戴岁昌给我带来 首长 你还是多待一会儿 先休息一下 好好 我去带人 沈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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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司令已经到了 李参谱正要把戴岁昌带出来 让我问你 屠龙查到了吗 还没有呢 李参谱很焦急 情况太危险了 我当日知道危险了 可是 快 卫队小龙 快 卫队小龙 走 走 大家要小心一定要保护好她的安全 是 走 别让我继续 崇高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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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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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他给我带进来 走 快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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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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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队长 追 走 走 他没子弹了 上 快 毒死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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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别动 沈科长 古人曰 穷寇莫追 你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少废话 少废话 你已经没有任何头路了 赶紧投降吧 如果我不投降呢 那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想躲我屠龙的姓名没那么容易 江湖上多少人对我咬牙切齿 与杀我而后宽 我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 那要看你和谁结下了冤仇 跟我们作对 只有死路一条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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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清楚了 你已经被包围了 你身后是万丈悬崖 你今天逃不掉了 把枪放下 举起手来 把架放下 那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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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跑了 快追 沈科长 沈科长啊 好 好 好 不要看城 鲜银接在下面 带几个人下去 会对镜 快 是 是 你们俩跟我走 是 是 王姐姐 你看 神科大小戏啊 爸爸 爸爸 神科长 爸爸 快 快 快 小心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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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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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神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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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队长 城队长 郑队长 大哥 playing 好样的 城队长 好样的 城队长 没事 小心点啊 沈队长 沈队长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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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样的 好样的 对戴岁昌的审讯 通宵达旦的进行 已经吓破胆的他 老老实实开了口 对我方急需掌握的 提琴内幕公认不讳 戴岁昌的交代 证实了黄司令的怀疑和担忧 日威和国民党王国 果然暗中勾结 阴谋利用我军的死刺行动 釜底抽筋断绝后路 借日寇之手一举歼命 这就是他们正秘密实施的 网杀计划 王司令迅速果断的调整部署 抢在敌人动手之前 列宁部队及时撤出 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避免了重大损失 并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 抢在未来 要抢到安全的地方 抢给它地上 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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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转远 这次网杀行动失败 你要负全部责任 以下事件发生在第六天 对杨兴平的死 沈英杰心里始终有所怀疑 但杨兴平毕竟是王莹的未婚夫 沈英杰不愿再伤王莹的心 也许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但那已经是另一个故事了 沈科长 黄司令叫你 有紧急任务 好 黄司令啊 阿拉自盗的全部都假了 绝不敢有所隐瞒 但司长 你说的这些秘密事关重大 关系到当前的抗战大局 常言道 口说无凭 你有证据吗 有有有 李司令出世前 阿拉就有预感 所以啊 偷偷转移了一批绝密文件 有鬼子的军事部署和经济情报 还有南京汪尾和重庆方面 秘密勾结的卷宗 全部都是高度机密 那这些秘密的文件现在在哪儿 本来阿拉想带去重庆 可是你们的人动手太快了 把阿拉带到这里 所以根本来不及带走的 你是说这些秘密文件 现在还在苏城 对 还在苏城 带大哥 哥 在这儿呢 崇拜啊 这里面可是阿拉的森家性命 弄可千万要藏好 不甘有丝毫的马火 戴大哥 火斗 咱们两个是过命的交情 你要是真的掉了脑袋 我也脱不了干系 农打算把它藏在什么地方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 规矩 但你放心 神仙也找不到 这就对了 连阿拉也不能知道 万一哪天喝醉酒 说漏嘴了怎么办 戴大哥 你明白就好 记住 除非阿拉亲自来去 任何人以什么理由来找你 都绝对不能交出来 您放心 我陈崇拜虽然是个白相人 平时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 但是为了兄弟 我这条命也在所不辞 好 阿拉有个自交靶兄弟 叫陈崇拜 东西就藏在他那里 不过 只有阿拉亲自出灭 才能拿得到 王司令 阿拉讲的可全是真话 如果有半句假话 你立马枪被我好了 那好 我们带你回苏城 把东西取回来 什么 还 还让我回苏城 不去 不去 王司令 小鬼子正在追杀阿拉 龙现在去到阿拉 自投罗网拒送死 阿拉坚决不去的 你坐下 明天晚上十二点钟以前 我必须要带着他去军部开会 上级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 这对我们调整部署 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 第三次反共高潮 具有重大意义 请司令安放心 另外 上海地下党组织 已经了解了这个情况 他们有些工作 跟这批文件有关系 他们已经派人去了苏城 会和你们联系 这是街头信物 明白 好 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出发吧 是 刚刚经历了殊死血战的沈英杰 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又接到了更为险恶的任务 带着戴岁昌潜入日尾盘踞的苏城 取回他隐藏着绝密文件 而时间只有两天 都留在一天 我看不见了 这边是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感谢观看